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去one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one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完 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喂 夥記 小姐 想要些什麼 麻煩一個蛋子 沒有啊 那要個奶油多 都沒有啊 那隨便一個炒飯 沒有啊 咖啡奶茶有了吧 哈哈 都沒有啊 蛤 那這裡有些什麼啊 這裏有兩位大廚 我是肥龍 還有我 Akiko 嘩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這裏是十號茶餐廳 HELLO 十號茶餐廳來了 HELLO 十號茶餐廳來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就想問一下Akiko一個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你覺得你的收入夠嗎 我覺得我的收入呢 即是來十號茶餐廳吃東西 茶餐廳 茶餐廳 是啊 吃東西更多 其實我覺得 因為十號茶餐廳 很值得吃啦 那些東西又豐富啦 嗯 那我份糧呢 我覺得來這裡吃呢 消費其實 都勉強可以啦 在十號茶餐廳都勉強而已 呃 因為真的不是賺得那麼多 哈哈哈哈 其實很有趣的 究竟 怎樣的一份人工 才叫做夠呢 That's the question 嘩其實真的很難的 因為每一個人對夠的定義都不同 等等 我扮一下字學家 to go or not to go That's the question 你發音要準一點 哈哈哈哈 很準確 這個是廣東話很準確的夠字 是啊 沒錯 我是提醒你 要準一點 我不會無端端變成說 國語就變成夠污 是的 究竟你的人工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因為 每一個人對真是夠 好像剛剛我說過 是的 的這個 哪都準不一樣的 對 我曾幾何時呢 聽過一個人說 我也覺得很特別的 他說 我不敢有錢 為什麼呢 他怕有錢 我可以幫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可以幫他拿他的錢過來 他沒有錢 我有錢 我現在最不怕有錢 是啊 不過問到他怎樣才是足夠呢 他就給不到一個定義給我 那 總之 嗯 我以前的看法就是 何謂夠呢 這個是我十年前的想法 就是 無憂兩餐 你吃兩餐而已 就是我們這樣的 都吃到你肥子大小 哈哈 這樣的說法 兩餐或三餐隨意 總之吃飯的錢是無憂 是啊 然後還有一筆錢 認罪是應急啦 有地方住不用愁啦 交通 每年又可以去回一至兩次旅行啦 都挺奢侈的 其實 其實很奢侈的 你還要一至兩次旅行啊 那 短程那些都算 就是 有些人可能覺得 就是像你所說 有地方住啦 有交通費啦 有東西吃已經 即是不算社交 是 就已經夠了 即是我生活餓 死不去 這樣就夠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 可能要加一些社交的錢 例如一個禮拜要有錢出去 跟朋友 例如一兩次 這樣 有很多可能 好像你剛剛說的 這個不行 我要出去 出去長旅行 或者我要出去 短旅行也行 總之我要出去旅行 有些人說 不是呀 要養得起十部名車這樣才行 即是每一個人對它 舊的這個字是很不一樣的 的確是 那所以 再問回Kiko 你覺得你的收入 是不是都不夠呢 在你今時今日的standard裡面 因為我的standard 是我要養得起十幾部名車 所以是不夠的 哈哈 但是你 帶來十號餐廳吃飯 也是夠的 哈哈 那你就是要想一些辦法 去這樣去賺取這個錢 養這個十部名車 嗯 十部名車的模型 可以嗎 十部名車的模型 沒什麼用 先撐住 不過十部名車是這個 虧本的東西 你買了已經虧本了 沒有辦法 但是這些 有得先看媒子學 先帶著 對 真的現在很流行的 對 所有東西都先帶著 慢慢才撐 慢慢才撐 為什麼無緣無故 今天十部茶餐廳 明天開播 聊聊這個人工 因為我知道肥龍一定要加我人工 YES 哈哈哈哈 我也想有人加我人工 哈哈哈哈 我們應該要多點祈禱 哈哈哈哈 因為神是我們的供應者 哈哈哈哈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生活真的無憂的話 OK的 但是如果我有能力去找多些 又何樂而不為呢 其實我覺得錢 有錢不是一個問題 是真的你怎麼用錢 的確是 如果你用錢是去 種多些大麻 可以了 如果種大麻是虐用的 OK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用一些不良的行為 我們不要大麻 我們說其他那些 是真的 毒品 毒品 或者是這樣賺 另外更多錢 危害社會 我就覺得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有錢 你可以譬如 捐一下錢出去 幫助小朋友 去中國 或者一些需要的地方 譬如 建些什麼 希望工程 我覺得這樣是有意義的 或者非洲 非洲 埃塞羅比亞 是啊 說這件事 其實是源於一件事件發生在香港 是 話說 在看新聞的時候 就看到一宗 其實就是很小篇幅的報道 他就說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先生 對著一位月入萬六元的C先生 就說 這位先生就說 因為他妻子 在2013年就患上癌症 所以他生活 就有點困難了 只有萬六元 嗯 但是這位的局長呢 竟然回覆一句說 萬六元的生活已經不錯了 還要那位人 那位C先生已經是超過65歲了 是啊 所以其實 老實說 如果對一個年輕人 剛剛出來 沒有家庭負擔 還有還要住在家裡 那還六元其實真的不錯了 我覺得有點富裕 是啊 因為現在我想香港說 一萬出頭已經很厲害了 九千至萬一左右 我想 剛剛畢業 是啊 但是如果說 兩口子 還要 歲數已經是去到65歲了 太太又患病 是啊 你還要每個月 要超過一千元 就是已經是 就是你計算 都十六分之一了 其實都未必只一千的 因為你要計算 各樣Click卡交通費等等 其實千鬆兩千 就只去了醫院 是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已經差不多 是不是百分之一 十分之一 差不多了 十分之一 已經是很大的部分 是啊 已經去了給醫院 去覆診的錢 是啊 每個月 嗯 然後 又要吃 又要住 等等 其實 生活上面 就叫問邊 好問邊 我還記得 我上次回到香港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說 我自己都是這樣覺得 第一 家子回律低 第二 香港的東西 真的貴了很多 還有 你不要忘記 她太太 是病患者 所以應該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呢 我也不算 但病患者 其實很多時候 需要 有些特別的器材 幫助她 啊 器材 或者 你就算是藥 你就算藥 都另外 可能不只是 那一千多元 因為她說 複診也一千多元 複診也一千多元 不知道你有沒有一些 或者是保健產品呢 是啊 所以其實很多的錢 不覺不覺就花了 於是 生活上面 萬六元其實就是 問邊 而且如果你 吃少許有機的東西 又貴一點 嗯哼 尤其是因為她是 癌症病患者 那所以 吃那方面 更加要小心 要非常之小心 那所以 還要看回 在說這句說話 萬六元的人工兩口子 應該是不錯 這位局長 是 其實她月入是 二十九萬八的 月入啊? 月入二十九萬八 那萬六元對她來說 是她的幾倍呢? 我都不懂 其實別人去找你的時候 當然是 有些少許求助的情況 是啊 是啊 所以 引來很多市民熱烈地討論 就是說 其實 這一名局長 是不是不太明白 民間疾苦呢? 就是那些 那些菜貴啊? 那為什麼不吃肉啊? 那些 是不是啊? 是啊 那你吃杯麵咯 吃杯麵 其實杯麵也不便宜 老實說 杯麵不是有些都便宜的? 不健康而已 是啊 嘩你長期杯麵真是 那就 有多個人要去國華醫院都很適合 還要買定 風水福地 因為不放得很久了 如果每天吃杯麵的話 可不可以再檢查一下 我今天看到有個報導 Costco 是有賣棺材的 蛤? 有這樣的事嗎? 對 然後有個人的review寫著5 star 然後有個人留言說 賣二手棺材 應該不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5 star 不要嚇我啦 棺材有二手 Anyways 我們講回正題 好 講回正題 然後就開始 有一連串的報導 檢查一下 究竟政府高官 月薪 收入情況是怎樣的呢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這麼喜歡做政府官員 對啦 那不如我們 由小錢的來看 其實我說小錢的來看 只是compare來講 對 剛剛那位人士都沒有他的十分之一 剛剛萬六塊那個 唉 第五位 新聞統籌專員 馮偉光先生 對啦 其實他呢 曾經被人懷疑過 喂你又不是出身新聞界 你信不信任的 竟然 那他升不升任呢 他自己就說 他當然說升的 我不是負累啦 我升任的 這樣咯 他升任而已 他想改成而已 不知道 咦 那豈不是變成任偉光 哈哈哈哈 有點害怕 他都二十萬四千喔 哇 所以說 這個只不過是比較上 是少了 但實數是不少的 如果你有二十萬港幣一個月 你不是很開心嗎 一個月喔 是啊 就算算加值 二十萬 現在的匯率 三四萬一個月 差不多了 三萬多加值一個月 三萬多加值一個月 三萬多是人家的年薪來的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們加拿大隨時 人工低一點是年薪來的 他是月薪 是啊 好 跟著我們看看第四位 第四位 就是 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先生 他的收入是二十五萬五千 沒錯 所以呢 是非常之高薪厚職的 好了 我們轉看第三位了 第三位呢 就不是一個人 是一群人 沒錯 因為呢 是不同部門的 總之是局長級的 但是他們是一群人 但不是一群人share那塊錢 是一群人都拿到那塊錢 這個是包括我們剛才說的一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 是 那他就是拿著局長 就是拿著二十九萬八千 沒錯 所以局長不用每餐餐吃局長 因為他們每個月收到二十九萬八港幣 哇 哇 真是 一看 其實呢 他們是很短時間之內 都加了很多工資 是啊 短短三年之內加了十二倍 恭喜發財 十二倍?! 是啊 三年之內 就是這樣 加一點吧 大問題 你記不記得之前呢 他們是這樣說 因為這個經濟不是那麼好的原因 是所有公務人員停薪了 我記得是不能加 其實呢 說真的 就不是那個局長的價錢加了 是某一些局長呢 他是由一個區議員 只有兩萬多元 跳升 噢 是 我說來嚇嚇大家 噢 不是局長的價錢 噢 因為我記得是之前說 不能加薪 所有公務員 不過 你要想清楚 這些人 為什麼可以由一個小小區議員 突然跳升到變成局長級呢 當然有一位人兄 在幕後做了些事情 誰啊 稍後說一下 噢 然後我們看看第二位 又是變成一個人 不是一堆人 那就是 要需要給的人 是不是 哈哈 什麼需要給啊 因為你 各個局長是很多人 很多人都拿 29.8萬 即29.8千 是啊 很多局長 這個是一個 拿這個價錢 29.8萬 就是一堆的局長 看回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 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先生 三十萬八千 三十萬八千 很多人都拿著八千 是啊 哈哈 那所以 哇 他真是 認真厲害啊 好 我們說回第一位 就是剛才我們說 幕後做了事情的 這位朋友仔 他就是 沒錯 高官之官 就是他 其實你也沒有猜錯的 是他 就是 他突起了一隻手 突起了一隻手 是啊 他是特首來的 哈哈 突起了一隻手 是啊 我們的兩隻手 那他拿了多少呢 都真的多 其他人很多 那個difference 已經是 這個月入萬六塊的 C先生的 大概三倍多 那個difference 四倍 三四 不止 萬六塊 這個怎麼只四倍啊 不是那個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第一名和第二名 哦哦 第一名 已經超過了 已經超過了他人工的四倍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四倍 他的月入是 三十七萬一千 沒錯 匯回家子呢 五萬幾六萬塊 是啊 七萬可能 沒有七萬 未必到七萬 五萬 五萬 六萬 看看匯率 升跌如何 現在可能六萬多 是啊 五六萬 一個月 但是他做了什麼呢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在澳洲那間公司 又給他幾千萬 這樣 就是那些什麼 那幾千萬 還要不在那三十七萬 一千裡面 哈哈 各位高官 賺賺了這麼多 但是 一個萬六元的工人 和他提出生活有困難 他不幫不只 還要 反轉一句 就是說 萬六元兩口子 生活應該不錯 不是吧 我都不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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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必遲利是 事必遲利是 唉 是 我想很多人聽你講 雖然我明白 Speechless 沒錯 哈哈 沒有話可說 所以 當你做官的時候 就會看得出你究竟 有沒有真正想為民服務的心 嗯 是啊 越高官位 就越看得穿 父母官來的嗎 以前是 哈哈 父母官就是幫你收起了那些利是 哈哈 難怪得得這麼多人工啊 哈哈哈 父母是 抵鬥到的利是交給父母 哈哈哈 我還沒見過 原來父母官是這樣演繹的 哎呀 我們師父明白了 唉 總之 我唯有 鄧各位 C先生呢 真的是 嘗一口氣啦 那楓正 aussi 希望他能在社區方面呢 找到一些 Get TalkOk 哪些救助 嗯 來!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與朋友開心對喝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10號茶餐廳 本州精選 我問你 你為了封殺言論自由可以去到多盡? 不說話 然後養動物 你不說話是怎樣封殺我的言論自由 不是封殺我的言論自由 對 我就是問你 你為了封殺別人的言論自由 你可以去到多盡? 養動物 養動物 放狗 不是 河蟹 河蟹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這個是海鮮 不是動物 海鮮也可以做動物 魚也可以做動物 寵物 金魚 鬥魚 他走了 帶不走你的天堂 唉 我一聽到你說鬥魚 我都知道你是會這樣 好啦 無緣無故要封殺這個言論自由 其實跟說話不是太大關係 是 不過他也有些訊息要帶出來 即是有訊息但不是用說話來帶出來 他是用電影來帶出來的 有時這些訊息更加強力 因為每個人看到這套影片的時候 感覺可能都不同 嗯 我想說 香港近來就有幾套賀稅片出了 什麼賭什麼 澳門什麼 被人言論得最多就是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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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很though 用東丸 美人魚, 星爺那一套 其實是不是真的好看呢? 在這裡也有得看 我要問問, 因為我知道有朋友看了 今個星期天地有正氣會談的了 好, 那大家留意天地有正氣 另外就有 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 這裡也有得看 不知道好不好看 這裡也有美人魚看, 溫哥說 我剛剛不是說了, 我說有得看 然後你說有朋友看了 澳門風雲, 島城風雲也有得看 是嗎? 這個我不知道 好像有, 我看到 我們要再研究一下, 我們要再研究一下 西遊記呢, 據聞是OK的 可接受的, 因為 有國庫城的 Truman看了, 是 他說真的OK的 我以為美人魚, Truman也看了 他看了, 但我們還沒說 其實上星期的天地有正氣 我們是因為一些事情的 員工暫停了一集 是 今個星期會再研究一下 好 講了這麼多一套 其實還有一套, 又不算是賀歲片 不過近來, 話題性最高就是這套 那有賀歲片 真的只是賀歲 有很多有Message的戲 有些是贏了口碑 就輸了票房 這套 這套的票房呢 真的以獨立電影來說, 不過不實 嗯嗯 因為真的是一套獨立電影 叫做十年 是不是拍了十年啊 這樣也沒有 因為不停集資啊 你明明我拍了拍 沒有請了, 又要再集資 其實十年這套電影呢 肥龍還沒看的 不過之前在網上就看了一些 trailer 就看了智叔那一段 trailer 噢, OK 是啊, 那都很寫實地 是拍到香港現在的某一些情況出來的 嗯 而據我所知呢 這套電影呢 就用了五個不同的故事串連在一起的 五個不同的故事? 是是獨立的故事 OK 其實很多電影呢 都是有這個分開幾個獨立故事 組成一套電影的 是 十年都用了這種手法 嗯 而這套電影呢 由於它真是很深入去探討香港的一些問題 是 以至到 你都知道啦 撩中別人一些要害了嘛 哈哈哈哈 那撩到它的痛處的時候 它就會有反應的了嘛 那就要養寵物了 哈哈哈 是啊 那 所以呢 這套 講講十年這個電影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它就被這個 香港電影金像獎呢 就選入為 國族 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最佳電影 是大獎來的 不是 它不是當選 記住 它是入了為 但是這個是最高榮 即是最 最佳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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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電影是否最後 都是五套六套 然後選一套 我不確定是五套還是八套 還是多少套 總之已經是 narrow了 再 narrow了 剩下幾套是各族的獎 是 finalized 已經是決賽的了 嗯 再選中那套 就是得獎的了 沒錯啦 嗯 那究竟能不能夠中獎呢 就是不知道啦 要等咯 是啊當然要等咯 但是呢 已經 收到通知呢 是某些地方呢 是 完全 不播這個金像獎頒獎電禮了 那不就很奇怪咯 連年都播 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想像 Oscar突然間有一年 他說 哎呀我不播 哈哈 那你想像這樣 但是 你知道美國呢 就比較自由民主高些 所以他不可以 不播嘛 明白嗎 就是他沒有權去干涉 是 因為電視台只會看這個收視率 以及能不能夠找到sponsor 就是最重要就是錢 當然啦 就是美國這個比較自由的社會 就算你在這套戲 在野餘中總統又如何 其實 有啊 很多套都是 對啦 他不能說NO 最重要就是 你野餘的事情 它真的有發生過呢 你是不可以 不要比磅 除非他拍了一些 不是真實的事情 那譬如說 這個總統呢 就曾經去犯過強姦罪 那當然不行啦 嗯 這些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你拍出來就不行 但是 有發生過的 你不能說NO 是 那其實呢 呃 發生這件事 更加讓我看得清楚 一件事 是 清楚什麼呢 喂 你身無事的 你就有人咯 為什麼要說 別人這套電影 是有思想病毒呢 思想病毒這麼嚴重啊 究竟是哪一方面 有思想病毒呢 是不是不跟你想 不同 不想同一件事 就叫做思想病毒呢 呃 他好像 他們在這裏說 這一套戲 因為我沒看過 我也是看過的 就說這套 宣傳得太多 絕望 那說絕望 就是思想的病毒 他希望大家能否想到 positivity 我也不知道 但你要看的情況就是 人家為什麼 會宣揚一種 好像很絕望的氣息呢 因為些什麼呢 但其實他是不是宣揚呢 他可能其實不是在宣揚中的 他只是 反映現實 表達 他是表達 我不覺得有時候表達 是不是在宣揚中呢 其實你這樣說呢 應該不會再搞這個電影金像獎 因為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東西要表達 動作片宣揚暴力 是 愛情片宣揚咸濕 是 還要是 跟大陸方面的一孩政策 肯定背道而馳 噢 現在他們不是打算不一孩了嗎 我不知道 好像open 我現在不太清楚 我不要解 還有 愛情片是屠毒少年 是不是 這些是愛情動作片 不要 你變成只愛你的男女朋友 就不愛黨不愛國 這樣不行 那些卡通片又怎樣呢 太不寫實了 沒錯 卡通片實在太不寫實了 所以令到別人很虛浮 所以也是屠毒的 有思想病毒 另外呢 還有這個賽車片 宣揚開快車 就不太好 因為賽車片是真的跟著賽道去跑的 那跟大陸就是背道而馳 他們是不跟那條車軌走的 他們喜歡怎樣走就怎樣走的 所以又是思想病毒了 如果是這樣 真的很多東西都不能舉行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片種可以播放的 除了愛黨的片 所以每年都是一部愛黨電影就得獎 每年都 那他們是不是要自己做一個獎出來呢 其實 其實 今年入選的電影就是 偉大的毛澤東 恭喜得獎電影 偉大的毛澤東 接著下一年呢 我們就是 毛澤東轉 恭喜今年的得獎電影就是 毛澤東轉 就是永遠得一套電影入選 要不就紅色的 紅色的什麼什麼 紅色的五星旗 美麗的五星旗 對 接著我愛大中華 飄揚的五星旗 我繼續都五星旗 沒錯 全部都是要這一類型的電影 才有資格去入選的 所以你們其他那些 什麼科幻片 簡直是屠毒之中的屠毒 因為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黨都還未發明到這樣的東西 對 特務片又是更加過火位 離大了 國產零零十都不行 當然不行 這個國家機密 是啊 你拍特務片 一定要說中國特務贏了 那你就有機會 他不是說了 中國的恐龍不咬人嗎 所以 全部都是要有 愛港愛國的成份的電影 恭喜你 你有資格入選 那是不是要 做個獎 叫金黨獎 都可以 然後他們才可以去頒獎 拍這些片 對 所以將會拍一套 內地合資版的十年 叫九年 還是叫十年 或者叫十九幾年 十九幾年 就是拍十九幾年之後的香港 變成一個愛國的香港 我正想說是否應該拍五十年呢 拍五十年就要由一九九七開始 哈哈哈哈 是啊 然後沒事的 一開始拍就已經是一九九七 最後一個鏡頭 拍到同一個地區 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這套片就是告訴你 五十年不變 哈哈哈哈 恭喜 恭喜恭喜 沒錯 這套片就叫做五十年不變 沒錯 最後你會看到是跑馬的片段 哈哈哈哈 那這一套應該叫做 馬照跑 舞照跳 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沒有照跳 沒有啦 就是沒有東西的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沒有東西 原來他一開始說了 大家都聽錯了 就是啦 原來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我現在終於放現大午了 唉 總之anyways 現在看回 其實再深入一點說 十年這套電影呢 其實有五個的短片 他就有 原來是每一段都有名的 噢 第一段叫做浮瓜 不是浮瓜 不是浮瓜 他是浮瓜 是不是陳奕迅演的 不知道 第二段就叫做東善 第三段叫做方言 第四段叫自焚者 自焚者 是不是講自焚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沒看過這套電影 本地蛋是不是講他媽歌詞 本地人就不知道 但是 可能他只聽這些 就是中間段落的 一聽到自焚者 就已經說 嘩 宣揚負面意識 可能 然後這套電影呢 累積的票房 大概至今有六百萬港幣 其實啦 獨立電影來說 都算很厲害 一點都不高 但是獨立電影就算不錯 因為他不是各大院線都可以播 對啦 只是一間 好像只有百老匯都可以做 總之 播放的地方 絕對不多 嗯 那 偏左的報章 傳媒 就一定是 罵了 對 那些左膠報 左膠傳媒 全部都罵到這套電影 是荼毒社會 嗯 而很多 但搞到我現在很想看 我也很想 其實很多 嗯 不一定是右派的 很多其他的香港 不是左派的人 我想都會對這套電影有興趣 呃 估物論他拍得好不好 已經有Noise出來了 嗯 嗯 那你就算 就算你可能未必 本來未必想看的 被他搞到這樣更加想看 或者其實是一個宣傳手段 但是我在想 那個金像獎的委員會 會不會受不起這個 沒有了的轉播權 這些東西呢 而去真的選擇 不讓十年這套電影去 去Nominate 會不會向惡勢力低頭呢 嘩 但如果是這樣 就真的很誇張 其實已經 很過份 很多事情是這樣發生 香港 是 但是 我們只看回暗角七景的事件 到今天 都仍然 什麼都沒有說過 就知道了 是否留職停身 留職停身的 我真的 不是太清楚這件事 因為 沒有follow up 已經沒有特別的報道了 沒有follow up 對 對 但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 又說要人家坐牢 又成這樣 就是 空襲警察又聚成 又要人家坐牢 上次流血那個怎樣 完全沒有報道過 哦 是啊 所以現在社會的現象就是這樣 但仍然很多人 可以 一面倒 完全 很片面的新聞 就是 sidtrack 比如 上次 不是說魚蛋革命 是 又或者叫做 旺角的騷亂 是 有人就 直接稱之為暴動 暴動 是 我看到一個 左傾的團體 的facebook 他就發佈一些 新 發佈一些 片 他就說 一些退休的警員 說很痛心 他們就說到 完全警察是沒有做過事的 那些暴徒 是借D 就襲擊警察 那些 我真的覺得是 睜大眼 說謊 又或者 你 真的可以完全不 查根 夠底 你就一面倒去幫助警察 因為 其實警察 真的會被 辱起民眾 那我又不是 那麼清楚 發生什麼 那就是 你說 他們去趕那些 魚蛋黨 因為真的看過很多 不同方面的報道 我都說過 我是不會看單方面的報道 一定要看很多方面的角度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整件事 才能夠最貼近還原到 這件事件的原本 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是警察驅趕那些 檔灘先的 一定是有動作 而那些動作也都是 不會小 才引起一些市民 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因為其實香港人 說真的 前幾天我才跟同事在聊天 他說 之前英國那時候 很有自由嗎 未必是的 他又沒有 未必有得 是否未必有得選舉人 成 因為都不關他事 你還要是空降一個人 來管理你的 你有得選的嗎 沒得選的 但是起碼 我不會逛逛街 突然被人夾到英國 是啊 而且 安定繁榮有錢賺 其實香港人 不是很利靜止的 感覺上以前 其實是的 但是現在 安定繁榮有錢賺 好像越來越遠 那所以 變得越來越多人 可能會 去關心 還有你這個 哎 糟糕 我們不可以再這樣說下去 為什麼呢 會被人封殺的 因為我們有思想病毒 開始散佈 我們沒有散佈絕望 但是 什麼沒有啊 我們剛剛才說完 這個安定繁榮有錢賺 遠離 還不是在散佈絕望的 信息 ING 不是Period 哈哈 有得改變 這樣更大件事 嘩 你現在 簡直是在做謠生事 Oh no 我 我不要這樣出街 走路 我會不會在加拿大 突然之間第二天 你看到我 在中國 打電報回來 所以 所以我決定了 你之前說 裝 camera那個 我真的不要裝 呃 呃 我都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都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啊 那個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你先試一下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肥龍每週推介 嗶嗶嗶嗶 是不是很好吃呢 嗯 其實阿Kiko 就是在吃我 在馬來西亞買回來的 一些朱古力 好像鵪鶉蛋 其實是不是這個 翻版鵪鶉蛋 哈哈 喝你怎麼想 Anyway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高科技 繼續 承傳 上星期 我們不是說 2月21日 就會有發佈會嗎 沒錯 那今天就是 叭叭叭叭 已經不是2月21日 已經過了 沒錯 所以這兩部 很期待又神秘的 這個旗艦級電話 我會用旗艦級來形容 都好像剛剛看過那些片 好像都很耶 對啊 那就公佈了 兩個的對手 都是來自韓國的 分別有LG廠 和Samsung廠 對了 LG都是韓國 剛剛還想起台灣 不是啊 華為才是台灣 嗯 Holdercat 都是 High Tech Company 都是 但是他們的手機 市場佔優率實在太低了 是不是 對呀 對呀 就是compare with這個三宿床 那倒是 LG的佔優率都不高 但LG其實都還不錯 有幾個朋友用都不太覺得他們有什麼可疑 以前有很多可疑 對呀 以前我知道多 以前有很多這個毛病 那個毛病 現在呢 越做 他的手機似乎都越好 而且呢 都頗有趣 這次這部LG的G5 對呀 讓我想起法逆通 為什麼法逆通呢 法逆通不是可以插卡 唉 我…我不太熟悉 這個人 是嗎? 還是不是法逆通呢? 還是那些POM的東西呢? 就是長上型的 你還想起Gameboy 其實好像也是 不過他就特別一點 那首先講講這個電話呢 就有一個5.3吋的Monitor iPhone那個大那個是幾大 iPhone大 好像5.5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真的小一點 小一點 對呀 那另外有4GB的RAM 哇 那應該都夠用的了 內存方面 應該都夠 電池方面就行2800A 都… 以智能手機來說 可以的 還有因為他現在那個 2800A 都OKOK 即是現在越來越省電 所以都OK的 應該用到一天的 就算… 就算真的用得很多 首先講這個電話呢 第一個特別之處呢 就是他的… 其實他是一個風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周星馳的 大哥 不是… 不是007 OK 第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是… 後面那部相機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一個鏡頭 他是兩個鏡頭 嗯… 但又不是說那些什麼3D電話 不要誤會 有3D電話這麼厲害嗎? 曾經有出過的 竟然? 對呀 拿眼3D電話的 有的 幾年前已經有出過 不過不成行的意思 效果OK的 我試過玩過 真的嗎? 但我講回Focus 這個LG的G5 為什麼是兩個相機呢? 首先講第一個 就是16MP的相機 這個就是正常用的相機 另外一個呢 就是前面那個 不是呀 都是後面的 是8MP的 不過那個是超闊廣角鏡 我真的明白那些 36mm和24mm的分別 呃…類似啦 總之就是用那個… 解像度雖然低一點 但可以拿到超闊的角度 那我不要站邊邊 臉會變肥的 那個好像… 又不會呀 他用那種鏡頭 真的嗎? 對呀 看影片裡面呢 他的示範呢 他是拿到那邊 就看到那扇門口 那扇門呢 又沒有說變彎了 他真的仍然保持直的 是呀 其實挺特別的 對呀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是第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前面的鏡頭 沒有什麼特別的 前面的鏡頭 都是8MP 都很厲害 對呀 都OK啦 那這個電話 另外我覺得他有趣的地方 是他換電的時候 就是底下整個 一啪一聲的 拔出來的 那如果炳狂就拔 哎呀 斷了 應該就不會那麼容易 拔斷的 除非你真的很暴力 舉手 對 但他有趣的就是 原來拔了一塊電出來之後 他可以換其他東西 真的挺像Gameboy 我幹嘛換些棉花下去 不是換棉花 是拔了一塊電的插頭 然後你可以插一個拍照的裝置 但問題是他本來內置已經有相機 那你不插 是不是拍不到相機 正路就應該不插都拍到相機 但是插了那個拍照的東西 那令到你插手的位置 那個Grip 就舒服很多 自然很多 而且他有個拍照的按鈕在上面 即是變了他真的好像一架相機 哦 但是他這樣就沒有電在裡面 這個是我還未完全能夠明白理解的 就是他拔了一塊電 又插一塊東西 那即是怎樣 我還未明白 對呀 我也很好奇 你通常只有一塊電 除非他電都打孔 但問題是如果他電都打孔 那麼他另外一個電 是不是都可以插得出來呢 那會不會很重呢 或者可能他內置有一塊很小的電量的電 可以被你拔了的時間 有短時間裡面可以 即是好像以前那些 三樓的那些 但吸電在裡面 我估計會是 可以等個電話 可以在短時間 暫時運行到有十分鐘 其實你不會拔了十分鐘 不把東西放進去 我不知道啊 所以這個未了解 我們就不詳細說了 但是 除了拍相機那塊東西之外 也可以換一個 是拿來給你播音樂的 即是換Speaker 他那塊東西 暫時我未看得清楚是甚麼 因為短片裡面 他不太清楚展示到 那他是不是要另外買的 那塊應該是要另外買的 是啊 但是 so far都是LG廠廠推出的 但是他就說 根據這樣的模組 這樣插進去的話 其實其他廠商都可以出一些 對應的模組 變成擴展功能就非常之大了 但是那就要看他手提電話 這個手提電話 這個手提電話賣到多少 那當然 那就看回他的市場 是不是真的很窄啊 但是其實LG 現在的佔有率都開始高了 嗯 因為他那部G4呢 我都看到很多人用 呃 我有個朋友用的 好像 是不是有G3啊 G3不清楚 G4我就有朋友在用 我有個朋友好像用 應該是上一代 嗯 嗯 那其他一般的東西就是 電話 嗯 其他的東西都有了 呃 等一下 嗯 support mp3啊 wave的raintone啊 呃 或者他的解像度是 1440x2560啊 等等 那這些都是基本的 對啦 基本配備啦 那根據時間表 應該大概四月左右 就會推出市面 嗯 嗯 所以如果 就是想 試一下新東西的話呢 這一部LG呢 可以在你考慮範圍之內的 而且通常LG都不是特別貴啦 呃 可以這麼說 對比起一些 其他品牌的旗艦機來說 沒錯 的確它是有它 價錢上面的優勢的 嗯 好啦 除了LG 那當然啦 我們剛才都說 它的競爭對手 Samsung 三星 就有兩部的新機 就放了個list上面啦 二對一好像不太 不太公平啊 但是我又覺得 他們的定位方面呢 有一點點不同 怎麼這麼說呢 首先 Galaxy S7呢 那麼它的 走路呢 就是比較小一點點 5.1吋的 這個螢光幕 那其實 LG是它兩個中間的 他們一個5.1 一個5.5 對啦 另外S7 Edge 就5.5吋 還有S7 Edge 又不是那個Edge 對啦 所以大家的定位方面 也有一點點不同 嗯 所以大家公認的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市場 嗯 那Samsung呢 這兩部機 其實呢 嗯 Spec方面呢 又不是真的差太遠 嗯 如果你說驚喜度呢 我覺得沒有LG 那一部G5那麼多 因為拆不到屁股下來 但是唯一我看到 呃 我有一點點覺得因為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報錯了 嗯 它就終於都支援這個 Micro SD的插槽了 哦 那就好啦 如果不是真的跟F1一樣很煩的嘛 上一代是拆死了嘛 是 這次呢 我看到它是支援 可能太多投訴了 可能是啦 不過電池 相信仍然都是內置了 嗯 但起碼都可以有Extend Memory先啦 嗯 先講講Galaxy S7 它就有1個3000A的電池啦 那都 不錯的 不比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2,800 2,800 對 它比較厲害 那另外就是 前鏡頭呢 就是5Mp 後鏡頭12Mp 那就跟上一代一樣 噢 但是LG就比較厲害了 因為LG是 是8 後面就是16和8的廣角 3鏡頭 對啦 那這一方面呢 LG就優勝了 嗯 另外其他呢 都大致一樣的啦 RAM也是4GB RAM 對 好像大家現在都 max out 是4GB RAM 都不會再大 因為暫時呢 你真的用不到那麼多的了 嗯 4GB其實很夠的了 如果連4GB 你都不能夠做到一個電話 Run the Smooth 是肯定是你的Program有問題 是你的OS有問題 噢 可能是很多Bugs 那我看過一些報告呢 他們就說 Samsung這個電話 用上去都順手的 是 各樣東西的功能 和上一代 都基本上可以說 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仍然都有一個地方 他們使用者都是救病的 是甚麼呢 就是說 Samsung那個TouchWiz 即是 它那個 介面 是 就 始終都是 不太好用 那些人覺得 噢 竟然啊 那 的確很多人呢 那個有些不同的 那他覺得 那個TouchWiz 可能是 即是有些東西 他們用起來不太順手 嗯 用慣 可能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用 舊少少的Galaxy Note 4 你就覺得沒問題 其實我感覺上 我接受 嗯 但是當然有人是 不喜歡 可能呢 他們覺得那個TouchWiz 仍然是 有時候 掃左掃右啊 或者按些東西出來 有少少少慢 一滴多拖延 那不就應該把 RAM加大一點 那就就是說 這個是OS的問題 其實RAM已經夠大了 噢 不知道 他那裡有沒有 Steve Jobs之旅的人 就是 雙等於 Tim Cook 或者Steve Jobs 要問米 這樣叫他出來 好害怕 Steve Jobs 才不管你啊 哈哈 哈哈 還要用英文來問米 才行 那要找個Auntie 很厲害的才行 哈哈 好啦 那就講講 Galaxy 7 Edge 嗯 大一點點 5.5吋螢光幕 電都大一點的 3600 但我覺得電不錯 3600 3600 基本上 可以足夠你 不是Heavy Usage的話 兩人了 兩人就駕駛一點 Really? 如果你 用網絡的話 一天 在阻礙 Really? 因為 我好像 6s plus 是 2000多 都用到 一天 一天 其實 但是Heavy User 用一天 那看你所謂的Heavy User 是怎樣Heavy 狂打機 即是 如果真的狂打機的話 而你 那隻遊戲本身 它的程式設計 都可能有一些程式很吸電 嗯 如果它打一些 不是那麼吸電的遊戲 那當然可以打一天 但是換轉 一隻很吸電的遊戲 其實可能都是半天的 那不是 你都說得對 是啊 所以其實 我都說 電用得快不快 是好看寫程式那個人 那個功力有多深厚 It's a Relative 而且當然也要看看 那個Operating System 本身 能不能幫你做到 省電的效果 當然是 都說得對 而另外 其他東西 除了鏡頭大一點 球電大一點 那 還有 螢光幕 彎了一點 那重量方面 當然是重 Galaxy S7 就152g S7 Edge 就157g 其實我想你拿起上手 你不是很分別到 基本上是 其他東西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所以 兩部電話 就看你喜不喜歡 有個Edge 不喜歡就可以買S7 喜歡的就用Edge 我暫時都不太習慣 一些些人 有些人會喜歡的 但是 我沒有說不喜歡 我說我不是很習慣 我就說 一些些人 但是我跟你一樣 我也不習慣有個Edge 所以 我結果就用Node 4 Node 4就沒觸過Edge 哈哈 但是又大一點 而且 因為Node 5 我是不喜歡它的設計 什麼都不能換 嗯 那我設定了 你沒有自由 你的電話不能換 我還算數 因為其實很少可以 要拔出電話 對 但是你說不可以擴充 這個插槽SD卡 那我就真的有點而 哪個 是啊 那基本上 看看你喜歡 嗯 保守一點 你就可以選擇 Samsung 其實Samsung 這一次 它 都有很多 做作的 譬如它 很多動作 不是做作 譬如它有一個 叫做全方位感應的 嗯 那個叫做VR技術 嗯 Virtual Reality 戴著眼罩 然後它的鏡頭 可以令到你真的 自身其中 可以有這些 這樣的花神 可以玩一下 真的挺有趣 都是一些額外的東西 但是有幾實際用途 我不知道 好玩 現在年輕人很多都喜歡玩的 對 所以看你喜歡玩哪一方面 玩Style的話 我覺得LG這次是出位的 嗯 但是如果你說玩特別 玩特色一點的東西 就可以選擇Samsung 當然 果粉們繼續吃蘋果 我繼續等 呃 絕對 我贊同繼續等 因為呢 我都覺得 一些新的電話 都是等一堆白老鼠 用完之後 他們POST 他們用後感 而且 通常第一層 當然是最貴的 是啊 所以很多人都說 譬如我講 我講iPhone 特別 很多人都喜歡買S 多個買原本那個 因為 有什麼事 S那個版本 改良了 改良了 還有 這些電話 我會覺得 沒有必要追到最新的那款 最重要是看自己夠不夠用 是啊 當然 如果你說你的電話 已經用了兩年 開始拖得很慢 那你要換 沒什麼後悔的 但是如果你說 老實說 夠用了 電話仍然OK的時候 無謂製造這麼多 電子廢物出來 不過現在電子廢物 已經多到一種程度 哈哈 我不知道怎麼說 好 今天跟大家講了 LG的G5 和Samsung的Galaxy S7和S7 Edge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耶 不過要補充一句 以上我們所講的 都是網絡媒體發放的消息 如有更改 我們是不負責任的 是跟官方網站為主 是啊 哈哈 時間差不多 今天10號茶餐廳 最後一節想說 是一個有FUNNY HAIR的朋友 FUNNY HAIR? 是啊 我近來在FACEBOOK的網頁上 看到有人POST了一段短片 應該是某些電視台 是美國的電視台 用來野餘現在參政的候選人 沒有被人剪掉 沒有剪掉 沒有被人喝蟹 沒有 因為金像獎沒有入選 哦原來這樣 是啊 其實那段短片很好笑 那段短片 因為她的造型真的為肖為妙 那個髮型一開燈 就全場拍爛手掌 在煎叫 已經知道說 在夜餘是誰 對了 一開始的時候 在關燈的時候 她就在叫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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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爸爸 為什麼叫呢 因為她發惡夢 就說很怕睡不著覺 她就說很怕自己選不到 哈哈哈哈 大家都應該心裡有數 其實一個被人 Bunny Hare Bunny Hare 爺餘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 那也是她 也是她 還是她 還有誰 其實我不知道之後還有誰 但是她最出位 就是Donald 是啊 因為她說了很多很特別的言論 是啊 搞到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啊 被人說她不經大路 說點東西 哈哈哈哈 我之前見過一些格仔漫畫的那些 哈哈 即是報紙會看到那些一格格的漫畫 都在爺餘著她 是啊 但是呢 最新 剛剛早兩三天 我在新聞那裡 聽到一個消息 我也有幾嘩然的 因為說著 這個美國總統候選人 在一些州份裡面 如果她拿到 那個最高票數的話 她是整個州份的票 都是她拿了 那變相呢 她能夠擁有的議席 就會突然間跳升 多很多 好像美國是這樣 跟加拿大有點不同 是啊 而那個 我忘記了她說中部哪一個州 Texas 還是 Iowa 我忘記了哪一個 竟然是其他的候選人 只有20%多 而Drum 有35%多 哇 即是當這裏是說 想把Trump Tower 改名的時候 那裏呢 那裏就說 No! We want Trump! We want Trump! 那裏 那裏 那裏還未是 最後的結果 來的 因為呢 是一個前哨戰 來的 不過一個調查報告 就得出這樣的結論 但她現在是否以這個 individual 候選人去選呢 她好像現在開始 是不是想轉戰參共和黨 還是什麼 我都不太肯定 因為她之前那一番言論 人家已經說 這個不代表我們的黨 嗯 好像說想飛起她 然後她就說她要 好像 真的都很多好似 但我不理會怎樣 我為什麼會提起她呢 我就會覺得 其實 都挺有趣的 為什麼一個 這樣的人 竟然可以有這麼多支持者 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能到時候驗票的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 哈哈哈哈 還有 因為她之前的言論 真的很飄忽一下 很出位 對 是不是出位就會受歡迎呢 好像現在 好像PSY那些 出位就會受歡迎 還有 我發Gundam style 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一個 不小心被她選中的總統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不會有經常打仗呢 打仗就未必 因為 說到 最後 阿 Donald 都是一位商人來的 那就是 打仗的話 如果真的被恐怖分子 狂襲擊美國的話 對她都沒有什麼大好處 那就是 你都說得對 對 不過 如果她說話 經常都這麼特別 我不想說她不經大 這麼特別的話 會不會當選的話 真的會做到很多 很特別的措施出來呢 例如什麼措施 我真的說不到 因為我不是她 將她的Trump Tower 很傷禁 哈哈哈哈 如果我是她的話 你都不是她的 我就應該在選總統 哈哈哈哈 那你快點發表一下你的言論 我沒有話想說 大家投我一票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投她一票 下個星期再見 OK 好啦 拜拜 拜拜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啊 油燈亮光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你是 去one click radio 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 很容易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這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到 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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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